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继续收看我们的直播环节 这一节会和大家看看内地股市收市的情况 请来我们的嘉宾郭sir和大家聊天 郭sir 你好 我们先看看内地股市方面的情况 上乘指数今天下跌3点 收报在2071点 滑芯300指数下跌6点 收报2184点 深正城市跌44点 收报7347点 今天三大股市都偏远 上乘指数今天跌幅有0.2%左右 留意到滑芯两市的成交今天都不错 有2400多人民币 郭sir 今天的市况 内地股市方面又如何部署 似乎势头都很反复偏远 大家都仍然观望 两会有什么政策出台 支持势头 我先问郭sir 今天来说 继续见到人行进行一个收税的动作 资金来说都算多 都说的 差不多接近800多亿人民币正回购 如何看回郭sir 其实正回购相关的操作 或者早前来说就会比较敏感 不过现在这一分钟可能就不是焦点 因为市场正在等着两会会议之后 总理会有什么说话有什么公布 因为大家都很期待刺激经济的方案 会不会在这次会议之后作一个发表 事实上来说 一直以来大家看到整个A股的走势 都是欲升还回欲跌还优 为什么呢 在低台上要追沽的 其实来说都不是那么普遍 因为股价已经是相对比较低的水平 可以捱得过的大部分都不愿去沽 不过这样 拿着钱的不是等于现在这一分钟会入市 因为内地的股市 以至楼市以至经济全部都看政策 如果政策不出台的话 大家的态度一定比较保守 好像几年前那样 为了刺激内需 就加电下乡 汽车下乡 这些全部都是政策的 在那一分钟 加电股、汽车股 就炒个不亦落乎 其他的办法就原地踏步 到后期 或者好像金融海啸之后 经济希望迅速由低位快点上升 刺激经济的方案政策 就大力推行 楼价也在那一分钟 因为过多的流动性 就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抛升 中间夹杂了很多投机炒卖 但是最重要的是 让经济能够迅速在低位上升 不要受到金融海啸的影响 是容许楼价那一阵升势的 因为有财富效应 有财富效应 你就是有消费 亦都可以刺激经济增长 那当然 后期因为过分的炒作 而令到中央在政策方面有所改变 包括一路加大调控楼市的力度 但是这种种种种 都是说政策推行出来的时间 是影响到商品 影响到股市 影响到资金入市的态度 很明显现在政策是未见 即是说大部分的投资者 都是拿着钱等机会 或者已经入市的 暂时来说有少少憧憬 亦都不急于沽住 会议之后 如果有政策推行的话 不用说 当然有一个上升的憧憬 相反来说如果没有政策的话 变成大市就会比较反复了 因为资金可能会比较失望 不过直到现在这分钟 有一个明显的初步断定的形态 是看得到的 上证指数在上个星期三 曾经低见2014点 大家记得 当时已经是跌到上升轨的底部 如果再跌多 不用说20点 跌多几点已经跌穿了 但刚刚好 它就碰住 它就不肯跌穿 因此实际上的走势 高妙的地方 亦都在这 这条上升轨是由去年的低位 1849点 和今年暂时的低位 1984点所组成的 即是说只要上证指数 不跌穿这条上升轨 少少反复问题不大 但是直到现在这分钟 虽然没有跌穿 不过也不见有突破性的发展 因为去年的低位 刚才提到 是6月25日1849 高位是9月12日2270点 这个反弹升了421点 但更重要的是 在这421点的波幅里面 中间有一条线是2060点 即是说上证指数 如果是2060点流上的 就在上半个波幅 相反来说 就在下半个波幅 那当然不是那么好 不过以这一两天的形态来说 好像有点点拒绝下限的格局 不知道会不会 是真的有一些政策出来 但是 以现在今天的收市 上市在2071点 未被跌4点 其实没什么特别意思的 最多就是说 就是稳守2060点 我觉得就一定要等到上证指数 成功突破 或者升破了218点 或者站在218点 或者站在218点流上 即是说 它有少少升离了2060点 那你才说市况 有些断定的形态 至于通过一个正回购 向市场上 吸收一些过多的流动性 其实是很正常的 因为在去年12月或者11月份的时间 市场的资金需求是很大的 当时是出现资金方的 人行也是通过 不断通过施压 一个正易回购的方法 向市场上注入一些短期的操作 令到资金流动性 尽可能拉松的 如果记得的话 当时拆息是高期的 到今年的1月份 通过一个叫做 新增的贷款 亦都去到1.3万亿以上 即是说 市场的资金根本上不缺 而且是过剩 你过剩的资金 你收回来 等到有需要的时间再放 有什么出奇 如果以往没有什么藉口的话 你放就升 你收就当然跌 这个不用说 股市从来都找藉口 但现在这分钟 我不理你收好放好 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 两会会议之后 有什么说法 有没有政策出来 就是这个才成为关键 你看到 欧美的股市跌得这么厉害 甚至乎港股 今天都没有什么感受影响 因为很大程度上 港股这方面的走势 都要视乎A股的取态 而A股也都要视乎 中央在政策方面 作一什么的部署 严格来说 上证指数暂时来说 就算升二三十点 或者跌二三十点 都是在框框里面的波幅上落 只不过一分钟的时间 其实来说很容易过 但整天的时间 在上证指数 徘徊在二十点三十点之内 没有方向之下 时间就难过得多了 暂时来说 我自己觉得 最终都要等到 看看总理出来 听过明天九点钟会有些发布 大家尽管拭目以待 看看他说什么 好的 谢谢郭sir 我们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 开始解答大家的股票问题 或者email方面的查询 可以给个电话 热线204-6566 或者电邮地址 askbschannel.com 稍后再谈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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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